中国知名投资公司华新资本创办员包帆 2月中传出失联 在金融圈引起震动 华新资本16日发出公告 承认无法联络上包帆 17日在香港的股价随即暴跌 包帆失踪10多天 引起外界各种猜测 包括包帆卷入中共官场权斗 中共当时对金融圈新一波的打压等 华新资本26日公告 首次承认包帆正在配合中共的调查 今年52岁的包帆是中国知名投资银行家 2005年成立华新资本 在北京、香港及纽约等地都有办公室 曾担任滴滴、美团等中国科技公司并购案的顾位 被称作中国并购之王 这起失恋爱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我们听到中国的联络监联络监 前门包帆正在与中国公司的公司不定的研究 现在包帆的情况下 是否是一样或是一样 我认为这就是这些市场令人感到害怕 默默记者指出 目前远不清楚包帆被带走调查 是针对个人、公司还是整个行业 新唐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